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差不多 中午时间七八点的时候可以发现 OK我们尽我们的权利 大家也可以看直播 今天股市成交量非常萎缩 13.81纳斯达克纽交所6.91 这13.81应该是最近的 可以说是比较低的成交量 我的朋友纽约的朋友在下周才刚刚开学 我们西部已经开学了 所以还有东部的朋友可能都还在度假 所以还有最后一天 那么随后又是9月份的Labor Day Labor Day之前大家还是继续玩 所以这个成交量非常低迷 明天呢大家关注野轮主席是十点钟 十点钟要讲话 华尔街85%的专业人士民调显示 野轮将会发出一些鹰派的联论 认为12月加息的概率会比较大 今天第一件事呢就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收市率很高的事就是NUGT 大家都喜欢玩这个股东 今天有个哥们呢还跟我说 他银行里突然多了十万 还有很多朋友就大叫为什么NUGT今天跌了八十块钱 我说分股了一股分五股 来我们放一下NUGT的图 你这个图是daily chart吗 是要看分时了 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个网站一看就不行 你看为什么 它还是一百块钱 没有调整 那我们没办法看了 要看那个付权的那种 对对对 一般老大得上哪个网 stockcharts.com 算了不看了 我们大家心手上五股 胸中有股 我认为呢还是 这种网站 我告诉你 我一直跟judy说 他不是专业的一个 这是今天 今天的分数 很多人看不出什么样 说今天大涨很多人抢 抢这个股票 二十五块 我有五百股 突然变了两千五百股 大家想想 如果二十五块 再涨到一百块 七十五股 所以很多人喜欢买这个 正方的分股 不是缩股 缩股的股票越缩越低 没有看到缩股 缩股的股票 百分之九十都要跌了 正股的股票 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要涨到 是 说明投资热露 对 今天黄金呢 走出一个十字星 你有黄金图吗 黄金有 黄金 这是今天的日线图的黄金 对 今天走出一个小小的十字星 我个人觉得 明天也差不多 无论也论主席说加息 还是不加息 我觉得黄金已经跌得差不多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它也是在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来看一下 我不知道 我好像我的 我的那个三角形 有点和你这个必要 是吧 对 anyway 它今天是一个十字星 但你这个图呢 可能是 GLD OK GLD 黄金的走势呢 应该说 我认为 有位朋友在微信上 说要放空这个NUGT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杰森老师 今天有什么评论吗 黄金要放空啊 有人说要放空 行 那就放吧 什么放 把管子放 我对黄金还是一直的观点 今天VIP 昨天的节目 也都传说过 对你的GSS 到底 很多朋友进了GSS 被套的厉害 其实 我觉得GSS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其实 我今年一毛五 一毛七就买了 最高 你看这一波上涨 这一波上涨 回调 这一波又上涨 又回调 这个回调的时间 如果说大家看 2016年 4月份开始 我记得 跟Jason一个客户啊 聊天 那个大妈在餐厅做的 他说 哎呀老王 你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五块钱 一块钱的股票 我更推荐他GSS 当时跌到七毛多 是 然后七毛多 这个盘整的时间啊 如果我们这个时间段 4月19号 一直到 最低点 来看是 5月25号 差不多盘了一个月 盘完以后呢 涨到七毛 一个level 开始新的一波上涨 所以 这个呢 现在又是这个样腔调 是 很多朋友呢 作为初学者呢 非常急 是 他们都是想 买完了就涨 买完了就跑 而且呢 Jason 你让我这里 吃药吃的蛮厉害 就不怪你啊 跟你开玩笑 我一块一毛三进去的 但是呢 我 我一块零七分 这个形态 包括你如果放大的 几根K线 今天我们在纽约啊 讲这个 Brian会讲几根K线 我觉得K线比什么都好使 有的 有的不是国内有的 K线大师啊 是 大家可以看 射击星 吊人 射击星 三个组合 这样子上下来 当时还是冲动 还是冲动 然后 我觉得啊 这三 这一波 涨上来的时候呢 这种压力啊 全是那种 做就是真正牛逼的这种 内部股东啊 或者是机构股东啊 知道这个消息要蒸发了 是 在抛 谁在买 就我们这种撒逼客户在买 是 然后霹雳啪啦 这个一个阴线 直接就掉下来 好了 私生便宜 但是这一个盘整区间 和这个盘整区间 我们今天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节目 我想把它变成图的形式 比较直观 讲一下这个盘整区间 有的时候大家盘的时候呢 要么叫九盘必涨 要么九盘必跌 所以呢 我觉得 七毛一事 我上次一直想等的价格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等到 没有 对对 因为 蒸发价是七毛五分钱 如果说到八毛五 就有套利的这个盘出来 然后呢 六毛五分钱 就有买的 这种套利 如果明天破位的话 那一轮抛售 也可能会出现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来 这一波 当时问这个 大姐说 问我推荐 一块钱以下 我就推荐了这个 如果七毛钱 你基本上有 五十的percent 就回报 是 所以GSS 我觉得 还是很不错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这个股票 涨起来很疯 盘起来很 很默认 很默认 对对对 第二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讲 这个今天几支 给美国老百姓的 就是 议员商店 Dollar General 看看这个图 哇 今天报完业绩 今天有位朋友跟我讲 他说今天业绩好好啊 GAS GES Tiffany 都涨了 这个 奢侈品都涨了 但是给老百姓 美国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四万多收入的 这种群体 一元商店 所有东西基本上是一块钱 你看这个股票 在我看来 连续多天上涨以后呢 从六十块涨到九十几块钱 现在是暴跌 今天这个业绩可以说是很糟糕 也传递了一个 相应的信息吧 就是美国老百姓好像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有点Dollar General Dollar Tree 两个亿元商店股票都暴跌 这个是一个叫DLTR 当然说明美国的低收入的这个群体 购买力的问题 大家看其实这两个股票走势都一模一样 几书是竞争队说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 真的有的时候还蛮省力的 股价也走的一模一样 但是呢像这个Tiffany 那说明美国有钱人 这是不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 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叫 劫富富不去 这个寄贫贫不离 这还是一个思想的问题 思想对于金钱 对于经济的一个认知思想的问题 穷人挣了钱 转身就花了 富人挣了钱 穷人没钱是天啊 他们有的人账号都没有 有的人就是拿了支票 美国好听说42%的人是 是每个月得 只有一千块钱 然后只能靠这个每个月 每个星期的这个Paycheck 来运作 如果到时候没钱就不能活 我也无法想象 不过美国有这个失业金 失业金 所以没钱也可能 也不用上街 也不用讨饭 还是国家有支持的 但是今天有一个 Domino Pizza 在这个新西兰 奥克兰呢 推出了一个 无人 就是无人飞机 送Pizza 哇 这是一个革新 就是说以后呢 人家说这个送外卖的 将成为稀缺行业 就是说我如果说要订Pizza 我就直接无人飞机就在 因为奥克兰这个天空上 就是可以说是 好像只有440万人口 然后非常稀散 然后他如果要订Pizza Pizza那个飞机就直接到你家里 把这个飞机一拿 夸插就走了 这个无人飞机一天 你说他的成本 这个就是有点小孩玩具那种 是 那以后洛杉矶的天空 全是无人飞机在飞 小的 那个低空的 我觉得那个 那叫什么 空管的那一块工作 不用不用 就很低的 纽约是不行 纽约那么多大楼怎么船 是 但是很多美国的地方 比如说Colorado啊 什么Wiomi啊 都可以有飞机 那又不用司机 又不用有 这个是多快好省的工作 反正就是投放Pizza的时候 得投放的准一点 不是 他肯定指定的呀 有的当中的时候 有的比如说碰到ISIS 要劫持的 他肯定会有记录 知道你一块Pizza送到你 客户信用卡付了 花叉拿到Pizza 就飞机就回去了 而且这个飞机一年 比如说制造成本 一万块钱 平均打下来八万块钱 那人工的话 可能要两千块钱 是 而且Colorado还不用再配小费 那我怀疑以后 就是Uber会不会有危险 Uber无人驾驶汽车 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 智能 那如果说以后Uber都是无人驾驶 今天在好像是马来西亚 好像是哪个国家 已经有这么一家 无人驾驶的出租汽车公司 第一家成立 所以我想呢 可能这些密集的劳动力的 这种行业 将来的某个时刻 可能会出现问题 好 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GAS 对不起 这是那个 就是生物科技股 好 今天我跟这个生物科技股呢 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啊 就是美国法律机构呢 对这个 这个MILIN MYL 进行了这个准备 可能是要调查 要立法 对 就是关于奖价的问题 那么MILIN的话 走势也非常难看 从这个图形上来讲 这是今年 去年八月份跳空下来 然后不断地走低 又跳空 我们有没有月线 Monthly chart 哇 这个Wedger肯定不行 这是一个大的头肩顶 就是原来他们旗下的 一个子公司呢 涨价是高达55% 所以现在Senator 就是参议院都在管 而且FTC 美国的这个监管机构 也开始干预 所以造成了这个 包括我们喜拉利总统 我说他总统 基本上已经 从民调来看 做总统概率买当 这个IBB 今天这种走势 从长线来讲 有点像一个头肩顶 是 这种左侧的基本上就 它要不走出一个 长期的平底 圆弧形再上涨 这种就把它当成 是一个左侧 对 最主要的就是 如果从四小指图来看 基本上是一个双顶破位 那么今天在尾盘呢 直接又拉起来 但是整个的走势 如果我按这个 趋势线来画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大的扩张三角形 另外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讲一下很多股票 我觉得有点 趴在那里准备跳水的味道 大家有学过跳水吗 就是有的人不会跳 就是狗鸡 就准备趴着 这个有一个股票 Tesla 这个股票 你看它逐渐逐渐向下 好像是一个大平台的 准备一个跳水 今天尾盘似乎已经有一个 在四小指图上 好像已经有一个向下 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赌场 Win 在悄悄的不断的走低 而且这个大平台啊 似乎也是一个大顶 我不敢说还会继续启动 这个股票跌的也就让我 因为原来一直想做空的 但是它涨得非常不错 但是从 这个月线图 这个Win的走势来看 似乎这个暴跌以后呢 逐渐反弹 但是还是从中长期 还不是特别的妙 是 好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了 NUGT分股是好还是坏 我认为是一个利好 可惜杰森老师的图呢 还不是特别的调整 过两天可以再看 第二呢 我们说了这个 美国的零售 一些折扣店 不是很好 第三呢 我们说了这个生化股 今天总是 也是值得 我们担心的 最后呢 我讲到了这个一些 纳斯达克的股票 像Win啊 Tesla 似乎都有跳水的意思 当然 我是空军司令 我不能乱说 现在因为 今年空军司令 到后面就不好死了 最后我可能要去送 披萨也说不定 披萨已经被 乌人飞机代替了 这个行业不要再想 送披萨已经成为 西区行业 来 杰森老师最后点评一下 绝大部分的这个话 都被温龙老师说了 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今天我们做这个 这个盘后VIP的这个直播的精华版的时候也说了这个VUJI 又要说VUJI 大家的话呢 就是耐心的持股 这个 他现在已经 已经醒过了 这个他现在已经醒过了 所以呢 给他一点时间 这个耀劲还没上了 然后呢 需要一个时间 然后他这个 有了耀劲可能才会 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这是VUJI VUJI 我们您看 问老师看看 日线是不是有一点味道 不做点评 我说牛人看牛 熊人看熊 我不做点评 因为这家公司呢 说白了 就是 业绩还没出来 对对对 所以呢 有点 巨大的投机性 投机性就会暴涨暴跌 市场不好 他就暴跌 也不快速跌回四块钱的一个可能 业绩好的话 就会暴涨 四十块 四十块 我觉得两位数是肯定 两位数是肯定 因为 如果说九块钱 这个位置被突破 这个高点 如果被突破的话 基本上就 全无阻定 所以为什么说牛 你跌到两块钱 也是一个函盘 两块钱的时候 价值投资人全进去 我们的VIP 全骂死你 我们再观察 再观察几天 再观察几天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拜拜